这个买房观点我劝你不要有 因为你一旦有了 你大概率会买厨房 我想跟你说你听听看 听完以后你觉得我说的对 你给我一个强烈推荐 如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 欢迎你来喷 我们有很多买房的朋友 以单纯的好坏来判断一个板块 或者说来判断一个楼盘 这个观点其实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买房是一个综合因素的考量 比如说地铁、学校、商业、医疗环境、产业等等 然后再结合你自身的需求预算 从而选出最合适的楼盘 买房一定是以合适为出发点 我们也知道500万的房子 肯定比200万的房子好 我们也知道200万的房子 肯定要比100万的房子好 可是当我们的预算只有80万的时候 你告诉我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就要以我们的需求为出发点 在80万的预算范围内 结合我们当下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我们未来三五年要解决的问题 找一个最适合我们的楼盘 这个原则呢 只要你把握住了 你买的房子大概率就是对的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 有个楼盘呢 离地铁比较近 但是呢 环境不好 品质不高 另外一个楼盘呢 离地铁比较远 但是呢 环境好 品质高 这个时候该怎么选择呢 如果你的通勤纪律依赖地铁比较多了 那你就选择离地铁比较近的 环境差一点的 如果你对地铁没有什么依赖性 追求品质生活 那你就去买这个环境好 离地铁远的楼盘 所以呢 买房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加以选择的 没有哪个楼盘 哪个板块是最好的 只有最合适自己的楼盘 或者板块 买房呢 一定要把自己的实际需求 放在第一位 而不是什么血铁伤景音 希望这点的话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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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大家有所帮助